我們玩水上運動和風 其實很需要眼睛 因為我們可以一路看到風從哪裡來 我們便可以追風來玩 現在一套是滑浪風翼 它是透過風加上水翼的板 就可以在水上滑牆 簡單的裝備基本上有三樣東西 這就是風翼的手翼 另一樣就是我們的板 這隻板也是因應今天小小的風 它是有不同的浮力 這個浮力大概是100個星 水翼有前翼後翼 還有這個面膜 我們玩水上運動和風 其實很需要眼睛 因為我們可以一路看到風從哪裡來 我們便可以追風來玩 如果我們看到一公里遠 我們便可以準備一公里距離的風 我們便知道下一步會怎樣做 但如果你的眼睛只有500米 我們的準備可能只有500米那麼遠 便未必可以計劃到下一步是怎樣做 我們越看得遠 我們的計劃就越多 還有看浮波 有時因為大風大浪 浮波會被浪遮住 如果我們真的看不清楚 或者猜猜的時間 可能走位會虧了一點 可能走過了龍 或者未夠 這樣便會影響了我們的速度 所以我們的眼睛當然是越清晰越好 其實我們看風 我們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看看有沒有風 大小的風 你看到現在海面 比較潮的地方就會比較大風 或者深色的地方也會比較大風 一些平一點 光滑一點 或者白了的 就是比較小的地方 我們盡量去找一些大風的地方來玩 你現在會看到 大概黃色浮波 或者木船旁邊 都有一陣風 那陣風就慢慢向我們這個方向過來了 如果我估計那陣風 但也要兩分鐘才能過來了 之前做Laser 十年之後我又有些反彈 彈回200多度 最初我繼續去做一些本地的比賽 就不太影響 因為很多時候都要求我們的判斷 完全不需要那麼快 但是後來慢慢我們就 賽多了很多比賽 又進步了很多 就開始參加一些國際賽的時間 發現原來雙眼又不夠用了 彈回200多度 因為我們要求要很準確 對於時間 看風 看對手 各方面都要很準確 所以就退了做ICL手術 到我做ICL手術的時間 也都是很快 而且真的不太痛 翌日已經看回事 我就很清晰 讀完之後 我都參加了幾次的大賽 發現真的有隻眼睛幫到很多 因為我真的可以很遠地看到 司令船 他們發出的指示 令我可以更加早去準備 或者可以多點時間休息 就不用很集中地走過去 要不停地在船附近 我才看到那支是甚麼旗 我們可以早很多 而且在比賽中 我們真的可以看清楚對手的走位 看到風如何來 成績會好很多 就像剛剛的世界杯賽一樣 我亦拿了一個冠軍回來 我已經看見到它 在那支牌 也在船附近 也很明显 我今天是在船附近